亲爱的同学们 尊敬的家长们 老师们 很荣幸今天能够作为教师代表 欢迎2018期的新研究生们 在座的多数同学是从其他学校 甚至其他国家来到清华的 祝贺你们在研究生阶段圆了清华梦 也希望你们给清华园带来新的活力 满怀激情地开启人生新的篇章 20年前的8月份 我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生阶段学习 当年的景象依然历历在目 而来到清华任教也已经超过了十个年头 还在努力成为一名更好的研究生导师 今天我想和同学们分享一下 在清华读研究生是怎样一种体验 首先从时间的尺度看 大家今后几年大致会有这样的心路历程 第一年是新鲜 新的环境 新的同学 人生新的阶段从今天就开始了 第二年是紧张 资格考试和科研工作等重任接踵而来 第三年是儿立之年 硕士生们已经准备好离开校园施展才干 而博士生们已经成为导师的左膀右臂 第四年是不惑之年 博士生们在科研工作的最前沿 心无旁骛 勇往直前 第五年是知天命之年 大家对今后的道路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立志在科研 管理 创业的不同领域大展宏图 当然后边还可能有第六年 第七年 在清华是统称为延期毕业 大家不要被这个名字所迷惑 因为只要你仍然在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 那么在清华多待一年 就多享受一年 这么好的科研条件 这么美的校园 这么多的美食 没有理由急着毕业 其实到时候校长们可能更着急 因为研究生宿舍更紧张了 接下来和各位同学来探讨一下 研究生阶段和本科生阶段 坚不同的地方 也是不少同学可以感到不适应的地方 简而言之 研究生阶段是大家从深深学子 成长为社会动量的过程 因此 清华的研究生们 应逐步建立精英的意识 这当然不是指对地位和特权的追逐 而是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勇气 第一点我想谈谈责任感 在本科阶段 学习主要是个人的修行 老师们对本科生也是呵护有加 而到了研究生阶段 每位同学会被作为一个成熟 独立的个体来看待 除了要面对自己学习和研究工作中的压力 还要对所在的团队以及合作伙伴负责 更要对提供资助的千千万万纳税人负责 从更高的层面讲 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 芯片和航空发动机的核心技术 乃至人类面临的环境 能源 安全等难题 都期待各位同学参与解决 有的同学可能会大吃一惊 我只是想开心地读个清华的学位 这些大事和我真的有关系吗 是的 研究生制度建立的目的 就是汇聚一批杰出的年轻人 在导师的引领下 解决人类面临的最根本性问题 纵观世界各国 可以说 研究生制则国制 研究生强则国强 作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这份责任是清华研究生无法逃避的使命 如果你从事科学研究 你的职责是为人类开拓认识自然的疆界 如果你选择公共服务 你的职责是为社会大众谋求福祉 第二点 我想强调勇气和进取心 本科阶段的学习 有确定的培养方案和课程安排 而研究生阶段的工作 更像是探险 没有人知道终点在哪里 哪条路能够走通 前面有什么危险 导师能够做的 只是判断大致的方向 并提供基本的条件 更重要的是靠自己主动 大胆 细心的去探索 硬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好学生 通常中规中矩 但是勇气和胆量稍显不足 不少学生在本科阶段 有完美的成绩单 而到了研究生阶段 却一筹莫展 不会主动寻找自己感兴趣的课题 不敢迈出走向未知的第一步 遇到困难不知所措 总是想依赖导师和学长 所以希望同学们始终怀着积极进取的态度 去大胆探索 敢于质疑普遍接受的结论 敢于涉足完全未知的领域 敢于发表标新利益的观点 这不仅有助于发掘自己的兴趣 锻炼独立创新的能力 更会让学习和工作的过程充满激情和惊喜 第三点 要有坚定而从容的心态 即使你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主动性 也不意味着你的研究生阶段会一帆风顺 因为如果你的目标是做第一流的学问 或者解决公认的技术和社会难题 那么挫折和失败必将经常伴随对 我个人的体会以下做法可能有助于面对挫折 坚定信念 首先 要注意总结经验教训 注意培养直觉和洞察力 逐渐减少犯错误的概念 其次 要学会享受过程 享受细节 认真体会每一次尝试带来的进步 深信 你获得的哪怕每一点细小的成果 都可能是人类的第一次 再次 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 清华的研究生拥有普通人难以企迹的天赋 机遇和风险承受能力 因此 理应洒脱从容 要有 随千万人无往已的欺负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即使没有达到预期中的暴风 判断过程中积累的能力 经验和意志品质 也会让你受益终身 同学们 一段难忘的人生旅程即将展开 此时此刻 也许大家盼望一个轻松愉快的研究生之旅 归来之后仍是少年 而我更希望这段磨练 能够给每位同学带来一丝沧桑 带来一番破茧成疊的经历 让勇气与担当刻在你们的心里 写在你们的脸上 这样 当几年后你们回到总体 参加毕业典礼时 可以骄傲地告诉自己 您已经成长为一个肩负使命 追求卓越的新华人 谢谢大家